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在决定办唱演唱会的时候 我们跟竞技团队一直在讨论要不要办 因为可能我们会面临一些问题 然后就是有一些决定他可能在当下的时候 没有那么理智 然后可能会有点冲动 但是我觉得现在回头看这个决定 我依然觉得是对的 然后我依然觉得我有生之年 可以站上这样的舞台 我很感动 谢谢大家 当时我最让我觉得一定要办下去的 有一个理由就是 我想要让不管是我的团队也好 还是歌迷朋友们也好 我一直都想要让你们感到骄傲 我一直想要让你们在以后 可能你们有小孩的时候 你可以跟你的小孩说 你怎么听这个烂东西 我小时候是听这个很酷的 所以我希望今天在场的朋友们 所有的工作人员 所有的歌迷朋友 包括我们的团员 包括我们的很棒的乐手老师 走出这个场馆之后 都可以很骄傲地跟朋友们炫耀走 我看过《傻子与白痴》 《上海姿态》演唱会 谢谢大家 带来我们的最后首歌 在《傻子与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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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子与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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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t's too questioned Because my thoughts Has been astray from my deeds I haven't thought it through Wish this narrow pledge will be done And those I have out Will be lost I haven't thought it through I haven't thought it throug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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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